欢迎回来欢迎全世界 香港明报最近的一篇文章 引发了诸多的关注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认为是不是明报在挑战习近平的地位吗 另外大家也关注的就是 共青团何去何从 未来它的发展会是如何 先来看明报在5月3号 他们所发表的这篇文章 特别当中重点整理如下 挑选培养年轻官员的时候 第一条就是教育他们对党忠诚 坚决防止政治上的两面人 另外优秀的年轻干部 不能搞特殊群体 不能够向厨军攻在那里坐等提拔 要动态更新 要把这个相形建筑的调整出去 同时补充新的优秀人选 始终保持一池活水 这句话其实是引用 明报特别说是引用 在4月10号新华社当时的一篇报道 那个时候就特别提到了几点 习近平著作选读的编辑出版 这个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定 还有各级党委要将学习 习近平著作选读摆在重要的位置 是不是在点接班制度的不合理 不在这时候 香港明报突然会有这样的动作 怎么去解读呢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篇专栏文章 并不代表明报整体的态度 明报是一份很严肃的报纸 在60年代的时候 它会跟香港的大公报对干 就是它对中共的内政会有一些批评 可是当外国势力对中国有很多很明显的不公平的举动的时候 它又会为中国大陆来辩护 所以它是一个中华民族主义立场 算蛮中间立场的 对的报纸 那把习近平旧的文章挑出来 我觉得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事实上很喜欢谈中共的内部政治 他也谈李强 他也谈江泽民 他也谈李克强 对 明报的确有一些人会被认为说是 上海帮残留的一个舌头 可是我不见得说明报整体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作者孙家叶呢 事实上他很习惯谈这些的一个人事物 我觉得他只是找到了一个题材 然后在讲胡春华他们 崛起以及眼看着他们可以登上最顶峰了 但是没有到最后会关键落马的一个原因 他只是分析那一阵子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吸引读者 很吸睛的专栏文章 但并不代表说现在的一个局势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 也不认为说这代表中共内部的权力 有些什么精彩的一个新的事情的发生 有什么政治目的吗您觉得 我觉得没有 作为一个专栏作家的话 事实上这是一个好的题材 如果我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刚好看到这样 比如说我如果 如果刚好看到某一个史料 看到说为什么李登辉选 奖金我选择李登辉 而不选择林亚港 有一个新的一个素材的话 我也一定会把它写出来 来画面当中看到说在2022年12月底 中国大陆总共有共青团的团员7358.3万名 那么共青团组织是有409.3万个 结论就是说共青团的人数在今年人数少了13万人 好对照2021年确实有下降的趋势少了13万人 其中学生团员剧烈减少从4381万减到今年4016万 少了将近有365万人 所以外界也在关注的一件事情 就是共青团未来的发展 我们问您看法 好我想先稍微 因为很多观众也许不明白共青团 事实上因为我过去当过青虎会的主委 那么很多人想说 共青团是不是跟青虎会是类似的 但其实是不太一样 因为行政院青虎会是属于行政院的 所以它是属于国家的政府的 那它主要是做青年的就业创业 青年的居住 青年辅导 青年志工 青年政策等等 那它的施政是比较不分党派的 那么共青团呢 事实上就是中国大陆的青年部 只不过它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 它两个作用 第一个思想控制 避免青年造反 第二个 在这里面拔着干部接班梯队 讲完就是这两个重点 那其实为什么 他第一个 为什么他要这个思想控制呢 因为中共当初他的起家 就是因为学运是很大一块 学运跟公运 这两大力量 那他也知道 中国近代史上面 推翻满清的就是年轻人 陆浩东21岁 林建民死掉的时候27岁 秋景32岁 所以黄花干列事 72列事里面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所以他知道要避免年轻人造反 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用共青团 那当然共青团才曾经 这个有过一度高峰 尤其在胡耀邦的时候 他当时大量重要的共青团 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 整个共青团几乎在 中共的政治局里面 几乎被歼灭 被消灭了 影响力越来越小 现在变成习派上来 所以最早的时候 曾经是江派 这个胡锦涛 江派 然后胡锦涛上来的时候 是共青团 这个盛极已死 那么现在变成习派当道 那这只能说 这个中共这个派系政治 或者人质的设置 还是非常重 所以只能看到 见证到共青团的 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这其实就是派系的权力消长 所以您刚刚提到说 在20大以后 这个包括了李克强 汪洋 他们没有续任这个常委 然后在全国两会之后 他们都卸任了 当然这个习近平大权在握 当然现在他对外跟对内 尤其对内 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经济方面 因为他身兼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任 在开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了要加快建设 以实体经济作为支撑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 研究以人口高质量发展 支撑中国是现代化的问题 现在看到说 习近平是强调实体经济大使 不过实体经济的第一要务就是说 他也特别强调说不能够灌水 那您觉得现在对于经济方面来说 我们昨天有特别提到了 包括内需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项目 北京当局要如何去找回 包括要恢复他们内需市场 还有包括特别重要的是外资的信心 外资的信心的来源很简单 他们的关系就第一个 当然政治的稳定 政治的安定 第二个就是经济的有利可图 就说算就这两个因素 才吸引外资进来 所以我想事实上这个问题 跟上面一个问题也有相关的地方 第一个 而且他政治从去年20大之后 现在习近平觉得习派已经掌权了 可是习派掌权在中央的高层人士定案了 三月份两会通过定案 可是到现在很多地方的 有些跟外资有关的一些执行单位 像证交所或像上海香港这些各单位 他们那些执行单位的一些主管 或是监管单位 过去的保监会或证监会或银监会 他们那些执行单位都并没有换 他们还是延续过去李克强时代的做法 你们资料上看出最近主要是外资大幅的减少 让习近平很紧张 除了这些 今年2022年的外商投资是1800亿美元 比2021年少了48% 快一半了 快折不折半了 另外还有重要的一个讯息 就在上个月底 大概一个礼拜以前 一个礼拜以前 这个华尔街日报就揭发消息 在这个沪深港上海跟深圳 跟香港沪深港通跨境交易机制的撤离外资 华尔街日报掌握的消息 五个交易日少了31.7亿美元 这创下从去年以来是最高的一个额 那这个事情就让外资 因此有一个事出有因 才有这种结果 除了这个外资撤出 它还有最近几个案子 也让外资觉得很紧张 第一个 2月初 一个日本商人无缘无故的被逮捕 另外就是3月初 日本软银 软银是很重要的一个单位 软银的一个所属的一个按摩控股 他们有一个子公司要上市干什么 结果到送件了 重新换股送件 结果一直被监管单位给搁置下来 到现在没有下文 日本当然觉得很关切 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 大家都很熟悉的新兴市场教父 Mark Mobius 他过去认为说中国遍地黄金 他对中国很信心的一个 他最近想要一笔钱 当然金额不少 想从上海汇丰银行提出来 他有account就被拒绝 他最后在美国扶持公司 他发牢骚 这些形象对中国是很不利的 中国大陆现在就是想办法要提振经济 就是要扩大内需 还有就是要恢复外资的信心 特别李强在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时候 他有点到 他说要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 还有乡村振兴 昆玉兄您觉得下半年 北京当局会如何的来透过他们的政策帮助 特别是内需这块 还有经济的成长 我觉得这个讲这个什么新能源车 或者是他们发表了这一大堆的计划 都以产业为主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 他们有一点搞错了 这个疫后经济复苏的重点 也就是说当官的 或是不要倾向计划经济 或是控制经济型的 会有一个毛病 当官的要政绩 我要 当官最重要是说这个视频是不是我做的 那个心理是这样 所以我不去给他弄一点什么东西 我就心里面就不舒服 我说我坐在那边 这个经济就复苏了 那不是我的功劳 他就要弄一下 可是这个搞一下搞一下的时候 常常把事情给搞坏了 优先顺序搞错 疫后经济最主要的是什么 起码将近三个月到半年 它是消费经济起飞 它是慢慢消费服辅 比如说原来不能吃的 我现在通通跑出去吃了 然后一家吃 然后变成一群吃 所以为什么之前会有什么资博 什么烧烤的 那个不能复制 那只是不同地方可能有不同期待 有的地方是餐厅 有的是干嘛 所以大消费 你看五一长假 每个地方人山人海 一个什么河道上面 对 大家做漂流河 这根本下饺子 那一条满满 为什么 大家想要报复性消费 可是最开始都是消费 它不是所谓的产业 你知道 所以你得要让消费的力道慢慢复苏 然后其他的一些中小企业什么东西活过来了 大家安顿了以后 你再去纠集去处理产业 这才是必要对的 所以这个事情应该明年办的事 不是今年要硬 那个硬去推的事情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 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